今天晚上 新聞新聞報內部追蹤一下 歡迎上線 觀眾朋友晚安 我是呂慧銘 在臺灣你要買夯的車 要排隊 要付錢 還要排很久才買得到 現在中國到底民生消費 是慘到什麼地步 新車打折大出清 打到對折不打緊 您知道像比如說 有些Toyota居然是買車送車促銷 你買一款車 你可以送得到Vios 真是太離譜了 影響所及其實二手商 現在是非常的損失慘重 有業者乾脆就是直接砸車卸份了 等一下我們要帶您募集現場 另一方面來看看房東日子也不太好過 為了吸引長租戶 現在推出你長租 我送你房子 真的假的 不過接這個盤好接不好接 真的賺到便宜嗎 等一下也要來瞧一下 再來看看 在這一陣民生的亂象之中 習近平登基之後 現在要出訪俄羅斯了 可偏偏出訪之前 現在這個普丁 被一百二十三個國家 列位要立即逮捕的一個對象 這當然使得習近平 想要風光出訪的背後 馬上就是這個 瞞著摸邊鑽倒揮 所以這使得他們之間 這一次的中二行程 特別受到矚目 我們稍微有分析 請您鎖定先來介紹 一位來賓選人介紹 是資訊媒體王瑞德 歡迎好 大家好 真正評論李正浩 大家好 再來介紹是陳昱娜憲哥 歡迎好 大家好 介紹記者導演雷寧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介紹站臨專家林平輝 歡迎好 大家好 夜店裡沒跳舞 燈光通通打開 舞台區警方一邊宣導 一邊放阿昭署長 網路反炸系列影片 台下年輕人 你看我 我看你 就是沒看宣導片 近期因為竹聯邦的春酒 引發爭議 台中南屯的知名夜店一條街 由分局長親自率隊 夜席熱舞區 對一千五百名消費男女 進行大規模零檢 台中南屯區的大關路 有夜店一條街的文化 短短三百公尺 就有四間夜店 附近居民說 有時一早 還會看到喝攤的夜店客 攤在草皮上 還沒睡醒 生怕有毒品入侵夜店一條街 警方大陣仗突襲上千名夜店男女 音樂停止跟一亮起 各個排隊受檢 屋內女子開門 看到台南警方表情錯愕 套房內有張顯眼大床 和簡單家具擺飾 冷客人的女子等到了警察 不止一個地點 警方掌握線報 前往另一處社區大樓查契 這回空間比較大 屋內的擺設 也是一張醒目大床 同樣查獲太極女子 等著顧客上門連結 警方分頭查契 一遇到聽不懂國語狀況 歡迎人員立刻補位發問 至少四名太極女子遭遠景帶走 表面上全是拿觀光簽證 來台旅遊的觀光客 被不法集團吸收 抵達台灣被安排住進社區大樓套房 提供連結據點 分散在台南不同行政區的社區內 警方繽紛多路收網 包括南客和集團成員在內 共逮捕十人 四名太極女子 也由移民署收容 等待潛擺 好 就在警方這個舉辦記者會 高調的宣稱掃黑成果之際 居然出現了警員禁舞廳被打斷手 讓警察又當場臉上無光 沒錯 那麼在上個禮拜傳出這個新聞 我覺得臺北市警察局跟警政署 一定要查清楚 到底是怎麼回事 為什麼呢 因為身為這個偵察者 偵察者就是以前 我們常講的刑警 這位黃姓偵察者被指 那麼他跟十五分 台北市十五分 這個十五分告訴各位 我三十幾年前跑新聞的時候 就跑十五分所在的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警美木柵文山區 就是他的大本營就對 他已經是一個非常老的 角頭的這個幫派 大概有五六十年了 那麼被這個等於說 這位黃姓政黨組被指說 因為十五分的 其中的這個等於說 幫派裡面的相關人士 這個案子有拜託他 不要辦得太用力 講法是這樣講 但他辦得很用力 辦得有聲有色 所以後來被約出來 到新加坡舞廳 當場把他給打斷手就對了 那這件事情 那麼警方到現在 沒有承認 沒有表態 但我覺得一定要查清楚 為什麼 那因為你要知道 如果這個偵察者 他沒有經過報備 到了新加坡舞廳 就出入特種行業 八大行業 所以他本身是要有 這個寄過的 這個警察封紀的問題 那如果你又跟他認識 然後又印黑道之妖去的話 那當然你的處分就會更重 所以這件事情到底是怎麼回事 因為聽說這個黑白兩刀盛傳說 之前也傳說 台北市有一位這個偵察者 說簽地下六合中了三千萬 到底真的假的不知道 那麼好像也跟這個案子隱隱約約 有一點關係 那一定要查得清清楚楚 那除此之外 大家會覺得黑白 不是說黑白兩刀要保持距離嗎 但問題在這個地方 黑白 大家不是常聽到那個侯友宜 不是黑道克星 很瞭解黑道嗎 有時候警官 不用掉了解黑道 為什麼侯友宜對黑道 沒有那麼深 但是侯友宜 在台北市刑警大隊的時候 當副大隊長跟大隊長的時候 他下面有哼哈二將 一個認識本省掛的黑道 一個非常熟外省掛的黑道 你什麼事問他們兩個就好了 有時候你問他們兩個 這樣就可以了 那一些退休的警察 確實比如說竹聯邦 退休的警察 就變成他們的軍師 那麼教導如何在證件上面 如何變造 那如何車手 如何這個等於說 製造斷點集合的 規避警方的查記 這是事實 事實上告訴各位 那麼包括桃園的貓寧幫 當時都還有傳出 副幫主就是一個退職的警察 那甚至於去吸收 包括法律系的學生 各位看過那個無間道電影嗎 那麼還想要栽培 這個法律系的學生的大學 你去當大學生的以後 以後還讓你去考司法特考 你還當上檢察官 如果以後能夠當上檢察官 當上法官 那就自己人了 你知道嗎 這樣的情節曾經真的 赤裸裸的發生在台灣的黑幫裡面 就直接把自己送進去裡面 深造 然後成為 成為等於說 高階司法官就對了 各位會覺得很奇怪 退休警察為什麼進去呢 其實我們平心而論 台灣幾個重大幫派 我認識的一些老刑警 有些都是當他們的顧問 甚至於 老刑警當黑幫的顧問 甚至於退休的社會記者 我也沒有聽錯 甚至於退休的社會記者 也是他們的顧問 跟各位解釋一下為什麼 因為這個錢才能通神 是因為錢的關係 那請問那麼這些黑幫 為什麼要聘請這些 其實也包括檢察官跟法官 尤其是檢察官退下來當律師 幾個大幫大派對不對 他們都有御用的律師 很多甚至於我認識的一位律師 過去還專門辦這個幫派的 就因為辦這個幫派 我常常開庭嘛 然後就被你這個 比如說起訴嘛 久而久之我認識你 你知道嗎 然後他退下來當 檢察官退下來當律師 乾脆來當我的律用律師 因為你都會辦黑道的嘛 那你會辦我 那你就知道那個扛龐 要如何幫我嘛 就有這樣的一個律用律師 這是坦白的事實 那社會記者是因為 他的黑白兩道關係非常好 所以在某種程度上面 可以做出一些 對他們有幫助的 這是事實 那但是只要不違法 我們沒有意見 可是問題就在要非常小心 因為有些會有這個 專法律漏洞的這個行為發生 黑幫也可以拼用 法律顧問 那拼用法律顧問 你意思說黑幫有人權就對了 黑幫當然有人權 他也可以投票 對 我講坦白的 也有投票 很多場合對不對 為什麼很多政治人物會出現在 黑幫的聚會裡面 他們還蠻忠心耿耿 幫主一聲 他們還會 他們還會統一幹嘛 造勢 各位不要笑 你知道嗎 千萬不要笑 臺北市過去 我講我自己跑過的新聞的案例 臺北市過去還可以放鞭炮的時候 我們那個選舉這個車子經過的時候 不是都有人放那個 一連串小蜜蜂在前面放鞭炮嗎 很長很長的鞭炮 你知道臺北市最多 狗狗放鞭炮的人 就是道上的人物 兼特種行業的老闆 為什麼他一出來是 貴了 卡車的這個聲音說 鞭炮 沿路幫你放 兜一下 兜一下 感謝 感謝 然後那個氣勢到起來 這個政治人物 你看那麼受歡迎對不對 掃接過去 到處都是放鞭炮的 過去可以的話 其實都是黑幫 甚至於是特種行業的老闆 幫他造勢 然後人家他狗狗 然後包括政治現金 過去臺灣的黑金 就是這樣起來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目前的黑道 為了要壯大自己的遜力 其實法界的 警界的 其實都還有觸交往前身 這一回不少這個黑道春酒取消了 可能道上兄弟會覺得有點掃興 但警方這樣算是客氣的 先道德勸說 過去就曾經有人藉著 這種餐會的場合 警方是整團殲滅的 那名認會的前身就是雷堂 那其實有一個老刑警 他回憶說在十五年前 這個雷堂的一個尾牙宴 一百多個警察衝進去餐廳 然後就把整個在餐廳的一個 每一個人逐一盤查 抓了五十幾個 然後差一點 差一點 就把這個雷堂就滅堂了 在士林地檢室的檢察官的率領之下 一百多個員警 而且還有霹靂小組 然後就在南京東路三段的季豐原 他們那一天 雷堂的第四代的新任 唐主石頭 因為他拒任之後 第一次辦這麼大型的一個聚會 十八桌 十八桌 所以那一天 幾乎前後任的唐主都要來 連幕後的一個 幕後的一個唐主都會來 那警方已經接到消息了 就在季豐原旁邊已經佈置好了 那佈置好以後 然後就在等他什麼時候開桌 已經確認說 開始出財的時候衝進去 霹靂小組都帶著長槍 然後不要動 警察辦 好有畫面喔 對 兄弟說 吃飯 長官 吃飯有什麼事 然後馬上拿出鞠票 馬上拿出鞠票 然後一個一個用電腦裡面 暗圖收人 這個人可能過去有換什麼罪 這個人有換什麼罪 那雷堂的一個幕後的大哥 叫光明 光明他本來大哥 他就有事 他要晚一點來 已經在他家前面等了 他一開車出來 馬上就抓起來 然後同步搜索 雷堂所有的堂口 起出污汁的 還有那個瑞典的那個手槍等等 還有開三刀 很多那個帳簿什麼 通通有 然後就以很多罪名起訴 不過那時候那個刑警就說 其實那時候我們也知道 有一個漏網之魚 什麼叫漏網之魚呢 就是金葵 因為金葵那時候是錦州街 那個維士頭 那維士頭 雷堂菜人被滅堂 後來他當雷堂的堂主 後來在投靠這個人堂以後 成立名人會 是從這樣來的 那講到這個警方 最近的一個辦案 因為最近這個事情鬧得太大了 所以竹臉的中堂在巴德 本來要開六十桌 現在也取消掉了 那天道明太陽會 在揚美 公司要多大才能夠請到六十桌 六十桌很多 沒有 沒有多 因為我們天道明的太陽會 在揚美開三百桌 還有三百桌 全部都黑了 三百桌就是三千人 對 三千人 這次一定要 他們還會邀請各幫各派的這些老大 一起來共襄盛舉 還是很驚人 對 這一次都在警方的勸導之下 給警方面子 所以全部都取消掉了 黑道現在可以合作 因為桃園破落一個用球技素質 球技運毒的一個 回來臺灣的一個整個過程裡面 竟然桃園的四大幫派合作 為了利益可以合作 那取出這個十五公斤的 十三公斤的安維他命 那價值是兩千五百萬 他是用真空的那個 真空的一個不鏽鋼的鋼瓶裡面 然後裝那個最頂級的一個 安維他命進來 那進來以後 其實本來要驗 驗的時候 其實聽說取貨的人 就跟那個警方說 那個不能驗 那個你驗出來 又遇到空氣壞掉 他們就反而反而就驗了 驗了又發現 結果真的就是K他命 但是在這個K他命的一個 運送過程裡面 從德國運過來 警方這次一共 抓了七個人 這次四大幫派 竟然可以合作 小男人幫他專門去收貨 專門到這個機場 運送後面去取貨 然後雪英幫四海幫運送 運送以後還要再分裝 分裝以後再交給信堂 竹聯的信堂 他去做後面的一個銷售等等 除了這個以外 他說其實全省很多的黑道的角頭 在比如說桃園來講 桃園火車站那邊叫做大樹林幫 大樹林幫以前所謂的角頭 那個老大都知道 開沙龍 開卡拉OK 開地點 茶房 最主要都是由女孩子賠事 有什麼人口販賣 色情等等 敲事都在那裡敲 不過他們的雨時俱進 開始後來發現說 那個駕駛車好 他們就整個開始 整個都重重去駕駛車 駕駛車後 感覺到那裡起床不錯 過去二三十年起床不錯 都去做途風 起床 把你炒過 譬如說你要起床 我炒兩趴 炒三趴 炒過 現在一個經濟 小弟同樣做土水 做肉供你知道 所以現在有人說 連黑道都這麼努力 你還不努力嗎 我舉一個例子 真的非常上進 連黑道都要努力 對啊 你還不努力 真的要打爬爬你知道嗎 你現在比黑道的都比較沒 都比較扮大 頂泰豐十五年的老師傅 頂泰豐那個技術 你進去要三年才能夠稱師傅 然後十五年還送到海外培訓 去海外嬌人 他竟然是竹聯的 副會長 本來不知道 是臥底在 誰臥底誰 連影 他都不知道 他這次會被抓 是因為他在臺中有一個小三 他去小三約會被抓 然後才發現 他說你不要跟我太太講 所以你從這邊就知道 現在時代在變化 黑道也在變化 而且黑道也在斜槓 晚上是黑道 白天是師傅 真的有夠拚 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黑道春酒那個陣仗之所以 讓警方這個覺得臉上無光 其實跟他這個吸睛辣妹 有很大的關係 一整排過去 每一個人都是這個高挑的美女 那當時這個鏡頭 一掃下去的時候 沒辦法一一細看 今天雷妮要告訴我們 裡面有很多明星臉 可是在以前 真的是大家來這個酒店消費 黑道兄弟 他也有他們的這個專屬的品味 跟口味 我真的就遇過 來來來把你店裡面那個最瘦的叫來 不是說那個藻最漂亮的 來來來 那個喜歡吃三宅 把那個最胖的叫過來 都遇過 還有那個藻最漂亮 可是在我們店裡面 第一漂亮跟第二漂亮的 這都有故事 第一漂亮那個真的 很奇怪 一般人 像我跟憲哥這樣子 我們去酒店 那個長那麼漂亮 我們不見得敢碰 那個磁場就不太對 可是道上兄弟就很喜歡那一種 那味的 你說美到離奇的那一種 對 真的 但道上兄弟那種大哥來 就真的非常喜歡 那個腰就是這麼細 而且在酒店裡面 已經做到 做了兩年 一般的小姐會講 做半年 他啤酒度就出來 應該要陪客人喝 那個做到兩年 是沒有啤酒度 那三才二螺 真的是道上兄弟起來 曾經因為就是 他們在店裡面 已經喝的不用喝太多了 幾乎都是做出場 都是被這種大哥爆 好啦 曾經就因為這樣子 兩派人 兩個為了去搶他 搶他的台速 結果兩邊大打出手 這我們的店裡面 本來就是四海在圍 才知道這邊原來是竹聯的 兩個幫派為了小姐起爭執 這個有 第二個漂亮的更好笑 就有一次這個 應該講說平面媒體的一個 算賀賀有名的老闆 說一個從以前 一路這樣辛苦打拚 小有成就了 開始懂得享受人生 就在酒店裡面 開著他的保時捷 帶客趴車都幫他停好了 然後就把小姐帶出場 結果這個在我們店裡面 第二名的這個小姐 長得真的是不錯 那可是這個老闆 可能是新車的關係 不熟他的性能 就帶他出場的時候 出去玩的時候 去看夜景 陽明山看夜景 那後來超車不剩 啪 車子轉了兩圈 撞出去 結果小姐當場就 車子就打橫 直接去撞到那個分隔島 中間電線桿 啪 那個耗燈 耗自桿 撞上去以後 完了 半邊連回 那還好就是他公司旗下有這個 應該講 員工是有幫派背景的 幫他出來想 那這個老闆當下就被酒店的幹部 叫維士來 直接就押走了 兩件事情 第一個 他是媒體的老闆 對 可是問題是 也因為他有身份 有知名度 所以怕白痕 如果真的被報導出來 那真的臉上無光 第二件事情 惹到黑道 小姐背後 真的就是像我們講的 就是黑道在停 怎麼喬怎麼賠 後來總共是開口 我跟他要了四百萬 四百萬在當時 已經在北安路可以買公寓 真的假的 在當時賠四百萬 後來喬 砍下來也砍到三百萬成交 那你說小姐 真的有拿到三百萬 據我們知道沒有 那維士就要抽幾成 大概拿一百萬左右 所以說 本人才拿到一百 本人才拿一百 拿三百 他只抽三分之一 中間喬事情的兄弟 那些他們都要收虎 大概層層 層層的拿都拿光 那你說真的 他們點小姐是這種點法嗎 其實我也遇過小姐 還有別種點法 像我們上禮拜有提到 這個對中國對面 他們這個在深圳 珠海 那種動輒規模 大到小姐有幾百人到幾千人 我們曾經就遇過這樣 一票人去對面去深圳 然後去就是開同學會 我都跟老婆講說開同學會 然後就跑到對面去 然後他那個小姐 真的是多到很誇張 一家店三四百個 算很正常 像瑞克哥講到有近千人 這個我們 我們真的就真的 真的就是見識到了 好啦 那你要點消息 怎麼點的 有沒有長的那個像租鷹的 真的 你等一下 有 過幾分鐘就拎個出來 哇 還漂亮 講的有過字而無不及 然後我們另外一個人就說 哇 這個小租鷹這麼漂亮 有沒有像王祖賢的 他說有 在別家店 馬上電話一顆 車夫十五分鐘之內 就載到你面前 真的 然後呢 我同學就覺得 這樣太慢了 還要等 沒去演戲 好可惜 還要等那麼久 他說來來來來 因為媽媽桑都認識了 他跟媽媽桑 不然這樣好 那個小姐休息的包廂在哪 我直接去挑 去休息室 直接去休息室挑 挑完 挑完以後回來啊 回來以後就進來 沒有 進來包廂以後 就說等一下 有一個很了不起的 這個重要人物要進來 然後大家起立鼓掌 然後一開門 歡迎蕾妮嫂進場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就行兵太太 就行兵太太 我看了誰 你確定不是他 浴火全消 因為我老婆是我的整天人 我當然看得出來 細節是好 整個輪廓真的超像的 請問你那天我到底酒要早喝 好不容易逃離 這就是你的兄弟 居然給巧合到這種程度 你知道嗎 真的 那一家店 真的去過一次嚇到了 到現在記憶猶勝 根據周刊報道 有人透露跟誠信商賓吃飯時 看他心事重重 手機上都是催債簡訊 以及打來要錢的未接來電 應該是被低下錢裝 追債到走投無路 聽起來本金及加上利滾利 應該有七位數 在一兩百萬之間 還有誠信商賓前女友稱 獲取他每個月 光是花在手遊課金的費用 幾乎將近月薪的一半 甚至超過 光銀行的欠債就不止四家 兩人還為錢鬧上法院 認識他的朋友 都被他借錢借到盼 不止如此 中國網紅稱 誠信士兵在廈門獲贈房屋 國防部長嚴正駁斥 國軍士兵擅自離營 是叛逃投共 還是躲避追債外界眾說紛紛 誠信商賓的家屬 也將前往中國探視 詳細的動機 還得等於當事人親自說清楚 再來看一下 一戰成名的這個小逃兵 一戰成名 讓我們國家臉上無光 到底怎麼回事 因為這個金本的誠信逃兵 到底為什麼逃兵 當然背後有沒有一些國安因素 我們不去多做揣測 可是就我們現在看到的狀況是說 第一個銀行欠30萬 第一時間看到銀行欠30萬 就知道這絕對不是問題 銀行30萬還不了多少錢 銀行30萬一個月還幾千塊而已 那他是上兵 對不對 再加上他的離島會有外島加擠 所以一個月大概賺個五萬塊 差不多 所以幾千塊的銀行 卸欠款大概不是問題 可是現在傳出來跟錢莊有欠兩百萬 他都說你怎麼欠到兩百萬 其實坦白講你如果一個月賺五萬塊的人 你跑去跟錢莊借錢 借到兩百萬 表示你的財政紀律很差 為什麼很多軍人都會欠高利貸 他是好幾個因素 第一個軍人高利貸也愛借 為什麼高利貸愛借 因為第一個你吸水固定 我是算得出來的 但是我是知道說我借你多少錢 我每個月可以跟你討多少錢 第二個你放假固定 我有時候這個跟一般人去借錢 他落跑我還找不到 你軍人對不對 我每個禮拜五晚上四點半 準時在這裡走出來 一走在那邊把你壓軸壓到山上 你跑都很難跑對不對 軍人還有一個狀況就是說 因為你只要軍人 只要高利貸被發現 就太粗了 太粗了 對於軍人來說 我退休縫沒了 所以說這些軍人 其實你打給他爸媽他不怕 打給家人不怕 再加噴氣他也不怕 最怕什麼打給長官 可是長官更怕接到高利貸電話 很多長官比如余將軍 現在剛好要升將軍 這關鍵詞 我下面有個小兵欠一百萬 你知道余將軍 不是余將軍 一般軍人會怎麼搞 大家湊一湊 我們把這件事壓下來 還有這種事 一定 營長 副營長 他做起來 你三萬 我三萬 你兩萬 他臭 還掉 所以說高利貸很愛跟軍人借錢 那軍人越無聊 很多軍人 因為這個平常太苦悶 一放假花天酒地 對不對 沒辦法 他比較太悶了 我大概也可以理解 要吃的約 喝的約 酒店約 督播約 德州不可去 千賭去 玩手遊玩 我不是講每一個 手遊可以玩到欠百萬 真的很離譜 對 就表示說他是深度沉迷 但是你看他還有玩重機 什麼喝酒 那表示說他這個就是說 他產生機率很差 好 那這是這個個案 導致我們國安發生大破洞 對不對 可是我現在要講經濟上的問題 現在變成是這樣子 你知道嗎 竟然曾經有什麼狀況 整個軍隊十五個輔導長 聯手開高利貸 集資兩千五百萬 跟軍中的投保放利息 這到底什麼東西 小時候與其給外面的人賺 輔導長自己賺是不是 北水不漏外人 所以以前當兵都有講說 有事找輔導長 他就這樣 有事找輔導長 反正借你錢 這都就是很誇張的事情 運息百分之百 對 太誇張了 一般來說 我們都叫九出十三規 九出十三規就是說 我給你借十萬 你只給我九萬 你給我九萬 一個月要還十三萬 這叫做九出十三規 就是以十萬為單位 可是我後來看他們怎麼算 他十萬要一個 十萬每十天要還兩萬五千塊 一個月要還七萬五千塊 貪圈會 對 後來就貪圈了 十五個輔導長都這樣子 然後變成是說 因為人家收新兵 是要帶新兵 這些輔導長看這些新兵 看什麼 看是肥羊 開始說有問題 然後把牽到旁邊說 是不是欠錢 我借你五萬十萬借 然後算給你聽 所以到時候一次拚出來 誇張到什麼程度 裡面有一個股東 早上帶隊在南 股東 中衛 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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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救援在南投帶隊風災 晚上回軍營開始放貸款 所以就誇張到什麼程度 但是這種借款有很多 有杯哥 最近有杯哥 就是一個特戰的這個上市 士官 大概在最近一兩年的時候 也是欠錢 欠錢欠到受不了 然後一直吹 被打電話等等 因為他很擔心被汰除 唯一被汰除 我就所有十年 十五年服役的 所有薪水都沒了 結果拿了一把槍 把錢裝殺掉 然後丟包把棄屍到福爾橋下 所以這些事情 其實很多都是軍中怪象 所以也不排除這種金門的誠信上兵 是不是被中國掌握了 你有欠債狀況 剛剛講你跑來中國 我幫你還錢 來中國吃好喝好 給你房子 給你還金 所以這些東西 軍紀絕對不能敗壞 對 這就是軍紀的問題 這個我們看到高層機械說 台海兵兵占微 但是我們這個基層裡面 卻是出現這樣的一個亂象 其實講到逃兵兵 我們說為什麼要逃 可能跟錢有關係 可能跟情有關係 瑞德你又聽你自己在跑線的過程 發生有一些逃兵的離譜的故事 我們台灣有發生過幾件 那麼逃兵的離譜的事情 德基水庫你有沒有看過 德基水庫滿水位的時候 水是不是很大嘛 對不對 很深嘛 結果有一個逃兵 那麼身上帶了一根湯匙 他竟然一響天開 晚上的時候就跳進去 德基水庫要逃兵你知道嗎 結果班長跟衛少發現了以後 因為你不可能跳下去救他 那怕發生意外那怎麼辦 他們就蹲在這個岸上面 就看他到底要怎麼樣 最後因為他發現自己游不過去 游不到一半的時候就只好 拼著就游回來 然後後來游回來了以後 那個班長就問他說 那你為什麼身上要帶著一個湯匙呢 他說要到對岸去挖地瓜 那班長跟他說 對岸哪有地瓜 地瓜要有人種才會有地瓜 這是在我們台灣 由德基水庫想要逃兵的故事 但是有些烏龍的逃兵事件發生在金門 金門這個等於說逃兵的話 全島叫做雷霆演習去抓逃兵 那如果是在馬祖的話叫避海演習 那麼金門有一次那麼逃兵 那一次是大概在戒嚴時期的時候 一個班長帶著一個阿兵哥 兩個人一起逃兵 然後趁那天晚上剛好霧來 因為金門有時候像這種春天的時候 常常會霧來鎖機場幹什麼的 趁晚上霧來的時候他們不見得說跳下去對不對 趕快游...游了好幾個小時以後 游到天亮的時候看到陸地 然後上來以後看到有持槍的人 遠遠的就說我們來投降的 不對 那穿的衣服怎麼跟我們穿的是一樣 跟火軍穿的是一模一樣 他們游一游...游回來...你知道嗎 他們兩個游...游... 游到好幾個小時以後又在霧裡面 他以為已經游到對面下門了 結果又游回金門來了 他來了以後這兩個逃兵你知道嗎 抓去以後跟你講 帶頭的班長判死刑槍決 當時在金門都要判死刑槍決 直接叫做...我們俗稱叫打靶 你知道嗎 就直接打靶...把他爸打掉 打之前都要把所有的金門的玩烈分子 這些人全部都常觀景必不聽話 全部都叫來看槍決 然後另外一個阿兵哥 因為他跟著班長跑的 判無期徒刑 可是在金門曾經有一次 這個所謂的雷霆專案 非常非常特殊 為什麼 不是抓逃兵 是什麼 是阿兵哥跟金門的一個女孩子 兩個人因為談戀愛 可是因為很多的原因 他們兩個相約說要去太湖 金門有一個太湖 一個水庫 金門要去太湖 要去跳湖殉情 後來剛好跳下去的時候 被人家救起來 救起來了以後 那是不是兩個沒事嘛 阿兵哥就押回去了對不對 然後就讓他把他送庫送回家 沒想到沒多久 對方的家裡面的女孩子 家裡面打電話來 又不見了 怕又去那個金門雷霆專案 負責找這個女孩子 就是怕他又去尋短 你知道嗎 所以專門去找這個女孩子 可是告訴各位 那麼金門在雷霆專案的時候 他們在抓逃兵有分狀況 如果你是一個人就這樣子 兩手空空的出去對不對 那大概負責全島的雷霆演習 但是手上頂多拿一個球棍 木棒等等這樣出去而已 不會帶槍 可是他們都是兩個人一組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個人一個人一組 你非常危險 人家會以為你是逃兵 為什麼這樣講呢 金門逃兵很忌諱 就是跑到海面上去 除了為什麼 你要游泳 你不要也那麼簡單 為什麼呢 因為呢 那麼除了有雷驅之外 還有 那麼如果為了要抓這個逃兵的話 那個海岸線是可以直接開槍的 結果金門有一次下達了一個 真正為了抓逃兵的 格殺無論雷霆演習 為什麼 那個有好幾種說法 但是這個所謂的 黃信這個等於說阿兵哥 他本身是代理 他是士官 他是代理這個無線電的爆牌電台 就是接爆了以後 因為我只負責接超收了以後 是阿拉伯數字 是英文數字 然後我就負責給益電源 把那個益出來 變成我們有益電密碼本 他把31本的印碼本帶走 然後他帶了31本的密碼本 不見了 當時還有一種說法 當時軍中下達電話紀錄 電話命令就是說 因為要下達這個抓逃兵 都是用電話 那個軍用電話趕快下達 上面還加了一行字 把他們都嚇死 說攜帶好幾枚手榴彈 所以就下達一個格殺無論零 也就看到他的時候 就不用什麼再抓他 還幹什麼 就直接開槍把他打死了 結果沒想到他們抓了半天 因為都抓不到人 所以後來懷疑他是不是這個 等於說逃到對面去 為什麼 要死不死旅長去巡視 你們抓逃兵都要怎麼樣 旅長自己去撿到這個逃兵 所脫下來的衣服 那你這些營長 這些連長全部被罵死了 你們竟然不知道 還有衣服還沒有找到 還有找到那些藝電本 你知道嗎 那事實上 全金門跟台灣 因為這樣把所謂的藝電本 密碼全部都改掉 全部都改掉 要不然就掉了掉 這密碼本就直接 讓他帶過去的話就完蛋了 立刻全部都改就對了 那那時候因為這樣子 金門就在海岸線挖了一大堆的埋伏哨 那個苦不堪言 你想想看 在海岸線回來的地方 挖散兵坑三個人擠在一起 然後都不能動 為什麼呢 因為看到台瓶就看槍把他打死 你知道嗎 那埋伏哨整整 怎麼一堆人在那邊 阿兵又哭了三天 最後還是找到了這一位 為什麼找到衣服 因為他要下海 就跟那個馮世寬那個講的一樣 太冷 因為太冷 所以他下海沒多久 動不住 濕溫 所以上來把衣服脫了 所以要跑了 所以三天後 找到這個逃兵的屍體 這些哭在海邊 那個散兵坑三個人一組的這些人 才終於鬆了一口氣 可以回到自己的營區 那他為什麼死 不知道 很懷疑是 其實有很多種說法 懷疑就是因為你過不去嘛 然後最後的結果 你想想看 你只能選擇用什麼樣的方式 因為你也過不去 回來以後 敵前叛逃 唯一死刑 好 那麼對於雷妮來說 他看到我們這個逃兵 他是火防兵 你說火防兵是好缺 薪水又五萬多 而且還不只是薪水而已 所以會逃 你也覺得百思不得其解 對不對 我跟你講以前 我們在部隊的時候 我們那個單位是 在每一個離島 還有高海拔的這種山上 山頂上 因為跟通訊有關 都會由我們的部隊派 派可能一個班啊 或甚至一個臉啊 等等 這樣駐派在那個地方 那有那麼多個據點 像包括這次的什麼南竿 北竿這種小島上面都要有 那我們就是長官會去視察 會去督導對不對 那督導的時候呢 旁邊要一個助理 那個助理那個小兵 可能就是你還要幫你開車 如果在本討的話 然後你要去每一個點 每一個站台 那如果去離島坐飛機 幫你拿行李等等 你要想這個軍官等於 就不在部隊裡面了 對吧 那跟著他的這個小兵呢 也不在部隊裡面了 好啦 那兵一般來講 大概六七千塊 然後呢 接下來你就從這個二兵 一兵上兵 就我們講的一嬌兩嬌 然後呢 兵可以怎麼樣 可以最高可以占下市缺 就當到下市 那如果是下市薪水 大概就一萬出頭了 大概在我們那時候一萬多塊 那也因為他跟著這個長官 所以他幾乎每天都報出差 他除了有專長 這個職業加級之外 專業加級之外 他還可以報出差 那這個兵呢 在名冊上面有他的名字 可是沒有人見過 然後呢 一個月可以領多少 幫他算過 一個月可以領三萬多塊 三萬多 三萬多 這這已經是不得了 對 義務役 已經領這個自願役的錢 這個不夠誇張 最誇張的當然就是 我們現在要講的一個重點 廚房 那廚房大家就知道 以前有這個所謂的伙食兵 那廚房的兵 通常來講 就我剛才講的 有關係 有專長等等 還有一種東西 還有一種人會被編列到廚房 什麼人 回憶兵 也就是說他在當兵的過程 或是在營區 或是在營區外面 曾經犯案 或怎麼樣被關 比如說關個五年好了 關完了以後呢 他剩下兵役還是要服完 去哪裡呢 很多呢 就把他編到部隊裡面 然後給他一個這個灰色地帶 所以三不管的地方 就哪裡就把他丟到廚房 所以廚房是一個最融色混雜的地方 好啦 那我現在講的就是廚房 第一個 他先這個攸關到這個火石的採購 這個米啊 米是國家剝的 副食品 就買菜買肉等等 這些在以前那個年代就已經有回扣可以拿 那拿個兩三萬 一個月兩三萬 看你的部隊大小 如果是編制到鋁的話 那都不得了 看你在哪一個營 哪個臉 哪個幾萬塊 那是有的 你拿了以後呢 你還要再分給你 這個應該講說 你是一個廚房 編制一個班 弟兄你要分配下去 這是一點 就是會固定會有 會有這個每個月的回扣可以拿 還有一個 就是這些廠商 也會以前那時候流行 打金馬 不像現在有很多的轉賬方式 那時候就是打金馬 現在金馬太貴了 那個時候就是流行這樣 逢年過節包一個給他 這個都是實有所聞 你說打金馬給火防兵 真的 在以前的時候 那但是這個好處是什麼 我到現在我想不到 那時候的一個 一個應該留下來一個習俗 大概就是這樣 還有一個你大概想不到的 廚餘 廚餘你一個一個旅來講 將近九萬人 快一萬人 那那個阿兵 一萬個阿兵哥吃下來 廚餘你想想看 那個養活多少豬 而且吃廚餘的豬 又比較頭好壯壯 對 然後他這個 這個就很驚人 他們要回饋給部隊的 這個當然就是好幾 好幾層的長官要去打點 所以廚房兵 我們講廚房兵 是以前的好伴 那這個真的還沒有一點關係 還進不去 可是廚房兵 在裡面匪類 還要第二個兵去幫他 就是大門的衛兵 大門的衛兵 就把他們放行 破白的老鳥破東的 要出去玩 晚上要偷跑 幹嘛還得要 所以這兩個 就是部隊裡面最會狼狽 尾箭 最後一出事的兩個單位 廚房跟衛兵 好 這件事情 到底要怎麼修刷 這個我們要請戰略的戰家 來分析一下 那這個通緝的結果 他就已經不是單純只是犯罪行為 什麼叫犯罪行為 就是說如果你涉及到兩岸 什麼槍擊案的 什麼詐欺的 詐騙的 那個東西還可以依照兩岸的 這個什麼 就是兩岸的共打協議來處理 就共同打擊犯罪協議的處理 所以像是那個 臺南開八十八槍那個 馬上去下門 就逮掉之後 公安馬上就送回來 所以這是兩岸之間 本來就有既定的機制 但是這個不一樣 這是逃兵 逃兵的話 他不是涉及到 這種共打機制裡面的犯罪行為 所以是什麼東西呢 就到對岸去之後 公安也不敢處理 一定是解放軍來處理 那解放軍如果來處理的話 那就涉及到一個問題 就說如果把這個人放回來的話 那他們解放軍也沒有顏面可言 那你如果說把這個留在那裡的話 我憑什麼要留這個人在那裡 你在臺灣欠那麼多錢 你留在那裡白吃白喝 你都不用付出一件什麼東西嗎 吃好睡好 對不對 吃好睡好還睡得很香 難道不用付出什麼代價嗎 什麼代價 對不對 所以我就說 這個人回不來 因為你回來的話 臺灣有討債集團在找你 你在那邊的話 你放出來的話 你不要以為兩岸之間 黑道沒有合作 兩岸之間有黑道合作模式嘛 所以這邊的黑道 一定會請那邊的黑道幫忙 盯上你嘛 那你總要欠錢要還嘛 可是兩百萬要抓得這麼緊嗎 對不對 那不是緊的問題 是你要給我一個交代 要一個怎麼處理的方法 或是什麼的話 你家裡要誰要頂替這個債務 或是誰之類的 你要處理掉嘛 那對岸來講的話 你總不能在他的軍營當中 或是在那個那個勞獄當中 那個或是當然不是勞獄 可能是一個別墅給他住 那這樣子的情況 當然要養得肥肥的 那請問你要給他住一輩子嗎 要養他一輩子嗎 二十六歲而已 二十六歲你要養到他七八十歲嗎 可以直接歸建到解放軍隊嗎 那不可能歸建解放軍 因為解放軍不可能 因為你有戰務在身 送去新疆打仗 難道他在那邊當火防兵嗎 也在幫他們煮東西給他們吃嗎 享受台菜嗎 還是什麼之類的嗎 不是吧 我覺得 沒辦法 我跟你說 這個絕對沒辦法 所以到最後一定會有一個 什麼樣的下場 你要給我一個交代 你看你能夠提供什麼東西給我 那當然最慘的就像什麼東西 你說誰要誰交代 就是解放軍會告訴他說 你給我一個方法 你給我一個方法 那你要出去 我會丟回臺灣 或是丟為第三地 那你看誰 你爸爸媽媽怎麼去接你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我不可能說 因為這個東西 不可能跟兩岸之間合作 兩岸之間的軍事方面 沒有互相接觸 兩岸方面沒有CPM 這個沒有什麼相互基金措施 什麼都沒有 這個逃兵創下歷史上的一刻 兩岸怎麼處理這個事情 我認為這個人 如果還在解放軍的手頭上 那還好 安全 生命安全還好 如果你只要一邊放出來 你放出來 臺灣多少 臺流在中國大陸 你看那個街道上面 有很多流浪漢 很多是臺灣人 很多商人 很多是做生意失敗的 那些人他們都不處理了 你還會處理你這個逃兵嗎 所以我就想 不會給你保護保一輩子 然後呢 你怎麼辦呢 你總要一個交代 那如果你想回來的話 這邊一定是坐牢 或是甚至於說 像剛剛鄭浩講的甚至到無期徒刑都有可能性 所以你現在怎麼辦呢 你又不敢回來 你也不想回來 那你的家人去看你 頂多解放軍讓你看一看 讓你說這個人安好而已 那他也不可能養你一輩子 所以到最後怎麼辦 雙方現在來講的話 就等習近平去俄羅斯回來之後 看怎麼處理這些事情 因為這些事情 解放軍絕對上綱到軍委會 由中央軍委會來處理 一個月的糧草 他們還付得起的啦 反正就是一個小兵嘛 來看一下 矽谷銀行發生的狀況 有人說哇 這個中國共產黨居然有 這個郭文貴講 中國文貴二十趴的資產 是在矽谷銀行這邊 有這麼誇張嗎 而且更大的在瑞士信貸 那瑞士信貸 他的資產是五千八百億 那矽谷銀行的資產 是兩千九百二十億 所以等於是兩倍 他的規模兩倍 那目前已經凍結 包括俄羅斯的一百九十億 那對中共的貪官來講 聽說一點二兆美金 全部都是錢袋子放在那邊 因為一般來講有錢人 不管是 尤其瑞士信貸 他甚至可以幫黑幫洗錢 所以大家對瑞士信貸 一個信任感就是說 你真的很敢 一般來說沒人敢這樣做 小孩是賣兩隻 叫做信用 他的信用 我連黑幫 我都可以幫你 這個錢的一個 魚種都敢做 甚至有一個謀殺案 他都幫他把那個 那個外面的小山殺掉 都敢做 所以他這次是非常嚴重 但是我剛剛看到最新的訊息 就是英國這個倫敦時報的一個訊息 就是說瑞士的國銀 瑞士銀行集團 已經在考慮要詬病 要把他病下來 病瑞士信貸 我們說說那個 牌子就受 好人沒得救 因為對瑞士這個國家來講 他是第二大 你不可以賊了 賊了比較多 瑞士去掉了 瑞士的金融 佔他的整個GDP 百分之四十 我瑞士幾百年來賣的 就兩個字就是信用 你現在給我搞這樣子 我就聰明了 所以很可能這個錢 如果保住的話 大家一定這樣 好感受 而且不只中國 我們臺灣蠻多銀行 也在瑞士信貸這邊的 對不對 都有都有 所以應該瑞士信貸的狀況 算是國家整個單下來了 對 所以這一次的那個 三月十號的矽谷銀行 很多人就把他叫做 貝爾斯登時刻 那我們講到矽谷銀行 矽谷銀行其實在北京 他兩千零五年就到北京了 二零一二年跟上海的發展銀行 各百分之五十 成立上海分公司 所以在上海分公司裡面 他有所謂的一個發展部 那個貸款部 各方面 他最主要就是什麼 就是科技輕創公司 那目前來講 中國大陸跟他有關係的 有人說一千多家 也有人說三千多家 所以中國可以利用矽谷銀行的data 還有可以利用矽谷銀行 去認識很多美國的高科技人士 那很多人說這次矽谷銀行 為什麼會倒那麼快 三月七號他接到 美國富比市的一個頒獎 連續五年 美國二十大機優銀行 三三月七號 連富比市都說他是機優銀行 怎麼會倒 連續五年 這評選是不是有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然後三月八號 他公佈一定要公佈 他賣了兩百一十億的 美國共在虧了十八億 他想要把股票 他自己的股票賣掉 去籌二十二億來填補那個缺口 然後三月九號 馬上就被擠兌四百二十億 三月十號倒閉 前後不到四十八個小時 擠兌太多 有人說後面 有美國政府的陰謀在那邊 為什麼 因為美國在所有 包括從貿易戰打到金融戰 打到晶片戰 晶片鍛鍊 現在剩下最後一個金融鍛鍊 那金融鍛鍊裡面 他有細薄 第一步就是你中國在我 美國上市的 你給我下市 你給他下市 對不對 第二步就是你所有在香港 有很多的中國 有很多的美國 美系的銀行的那些融資貸款取消掉 然後我美國的退休基金 不准去買中國的股票 然後在香港的美系撤資 最後一個融資管道給你斷掉 就是四國銀行 所以我把最後一個融資管道斷掉以後 所有的中國跟美國的金融完全脫鉤 所以有可能是因為這樣 所以這次死了 不本來是不會死的 流氓三天就死了 怎麼剩下兩千九百幾億的公司 不可能四十八消息 怎麼剩下的 最主要過去的二十年 在互聯網科技企業的推波自然之下 因為他就是為了新創科技而生的 所以他的利率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你存在那邊的利率也會比較高 所以很多人就談到說他比較高利 而且是銀行 又是美國前二十大積累銀行 就把錢全部的砸下去了 我一個朋友就這樣子 我一個朋友他的朋友 他的兒子的朋友 他是最近有賣了一個軟體 差不多臺幣有十億